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2014年的Paper Truth第44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就說在Examination裡 Peter就得55 mark and his standard score 即是標準分是-3 而Mary就得95 mark 即是95分 and his standard score 即是標準分是2 他就叫你找甚麼呢?Find the mean of the examination score 即是找考試分數的平均值 OK?行不行? 事不宜遲 拿張單項紙出來再說 拿些藍筆 首先由於剛才這條題目有提及過 就是Peter的標準分 standard score 即是2Z Peter 所以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甚麼是Standard score呢? Standard score的意思就是標準分 即是條式是甚麼呢? 就是x-x bar 再over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x 即是Peter的分數 Peter的分數 剛才有提及過 55 就減回 mean 即是x bar 再除回 standard deviation 即是Stigma 就會等於-3 所以如無意外 整理的分數 根據上把Stigma 隨便乘成的方格 或是整理的分數 算了吧 換言之 我們根據偉大的基本功 第一條式你不難找到 就是x bar 再減3個Stigma 就會等於55 這個就叫做1式 好嗎? 剛才也有提及一個小例,MARY的Standard Score是2 所以我們又再來,由於2ZMARY 就會是等於2 所以換句話來說,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如何計算Sandard Score,我剛才也說過,就是x-x bar再overStigma 根據公式 所以MARY的分數剛才也提及過,就是95分 再減X bar再overStigma 就會是等於2 而事實上換言之 即使用基本功,把Stigma隨便繩繩到旁邊 你不難繩繩到,其實x bar再加兩個Stigma 其實就會是等於95 當然這就是意識 可以嗎? 而事實上,根據一式和二式 我們就解方程一及二 中文叫做 英文叫做on solving 就是1 and 2 而事實上,我們不要這麼蠢豬豬 真的下手下腳去計算 其實有Program幫到你 之前我都給過大家 如果不知道,快點進入 就是有Program叫做Maintiness Equation 聯絡方程 OK? 那你按了它 即是按什麼呢? 分別按1 按-3 這個調的旁邊就變成-55 然後CD DEF分別就是入1 2 以及調這個的旁邊就是-95 全部進入後 你不難發現,第一個出來的答案 x bar 其實計算幾次都幫到你了 就是79 and 還有就是Stigma 就是8 而事實上,今次它在問你什麼呢? 就是在問你x bar的min 所以整個答案應該是Fujiro出的 就是79 那整個答案就是D OK?行不行? 好了,就check check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我順便計算數碼給你 就是8 而這個真正答案就是79 x bar OK?行不行? 它也挺陰濕的 有個8在陰你 就是駁你計算這個 行不行? 好,那我查一下看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吧 拜拜